麥姊安呀 我觉得这是因为一个特定环境 就是他们现在来这个地方住 都是奔着狗对象来的 对 他就是为了这件事来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麥姊安呀 我觉得这是因为一个特定环境 就是他们现在来这个地方住 都是奔着狗对象来的 对 他就是为了这件事来的 对 我觉得麦穗这种就是 慢慢就是了解他 你会觉得他好 因为我们上帝视角 我们看到了全部 但可能那些男生看不到全部 我想问一下三位女生 比如说就像刚刚的那个早上 然后你们被冷落了 那你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呢 从我个人的话 我要是遇到这种情况 你们就再也无法接近我了 就完全放灭了 我就完全放弃了 就是我放弃你们了 我不给你们机会再跟我怎么着 就我是觉得我这个人的性格是哪 我被冷落了 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 我要找我自己的精彩 也就是女王 自信放光芒 放光芒 主任你呢 主任我没有这种客厅环境 就我没有这一屋子 假的 下雨一点 我也是我从来没有这种待遇 都是别人抢着送 不是 这种情况 其实你真的没有什么办法 你多说一句 你害怕坏了人家的好事 对 但你少说了一句 其实又委屈了自己 这也没有办法 对 可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那个角度 但是还是希望 就是麦翠的好 快点被人看到 因为我们看到了 是 你真的挺 风格挺多的呀 对 我发现你是一个那种 包容性很强的人 可能也跟你做的行业有关 你会接触很多人 而且尤其是我跟艺术相关的人 思维会更发散一些 我毕业后就做了两年的职业花剧演员 然后 你看到各种类型的时候 其实我都能欣赏到它里边的点 或者它的 对 对 我也喜欢很多国外的音乐剧 去年年底的时候吧 我跟我姐妹 就是她说喊我一起看花剧 结果你知道它是什么样的花剧吗 是那种朗诵的那种花剧 独剧 对 但是你也觉得很有 画面感 对 你想什么类型的电影呢 悬疑推理的 悬疑推理 看不见了客人 对 对对对 历人出笑都看了 历人出笑看了 好看 有品味 哎呦 很渴 这几波啊 很舒服啊 嗯 我是前一阵我看一档视频 它就讲安平乐道 嗯 哪怕你可能知识无法快速的变成财富 或者变成物质基础的时候 嗯 但是你的精神世界是很富裕的 对 不会因为你的物质匮乏 而让你有一种窘迫的感觉 完美 对就是这样 哎呦 直接接下去 你们两个都看过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哲学啊 还是一个生活 真的是一个蛮必需品牌的 对 哲学是一切科学的金字塔尖 嗯 但是它也是支撑所有科学的金字塔底 是的 哇这个节读太棒了 哦 哇 两个瘟疫青年啊 天呐 我们聊了好多 这个广度有点广 今天这个送的直了 所以说 学历高真的是加分项 上得了天下得了地这种 段位高啊 别说我先走回家读书了 那个 你再忍忍把这期看完下 哈哈哈哈 哈哈